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几场国战极限翻盘的系列 那么第一局的话 由于时间过长 我把前面的就直接掐断了 从这30分钟开始给大家看一看 这一局由九区玩家Robert Yang提供的素材 那么主角呢 这边是一个六号位的群雄啊 那么目前场上的局面啊 郭佳从暂时的状态来看 应该来说要被淘汰出局了 那么主角刚才呢 是磨刀九叉 顺手呢 也没法用 直接是弃掉 留一九一伤 场上的话 真击国家当然作为一个大boss在这边啊 他直接选择了去打胃炎 其实这里打胃炎不划算啊 你打胃炎的话 他到时候吸血还是吸回来 那么小朋友的话 放拳走一波 来 决斗反歌一击 那么最后的话 一刀猎弓 那我们是救不动的 那么场上现在的局面感觉啊 两群对两鼠 趁两群雄啊 没有特别大的优势 对吧 那么主角还有一个乱舞没有用 火攻硬骚小胖 走你 然后呢 直接强开了 那么我没想到这个时候啊 小胖就直接被带走了 那么这个2v啊 依靠主角的一个小带呢 直接成功 但是远远没有结束 对吧 我们这一个局面啊 魏妍黄中一刀一个小带游 你怎么打 打不动啊 那么从整体的走势来看 队友还是要叽叽 那么有一九 三天再一拍 那我们这一个背歌的话给队友回血 后面勒布斯鼠 虽然这里勒布斯鼠 但是魏妍啊 这一波扛住之后呢 还是能够有效率 但是主角再次摸一张乐 黄中贝乐 黄中贝乐 那么这样的话 主角气久游乐 因为这里你一个九挡不住对面呢 你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勒布斯鼠 啃一下魏妍 那么这样的话 两乐保卫妍不出动 那边庞德继续去怼一下 那么有一个猛镜在那边啊 卫妍他不敢闪了 主角再次神摸一乐 三乐看住卫妍 还是让他没有行动力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他也一手的杀啊 又是杀 最后再来一刀 卫妍应该有桃啊 有桃 所以刚才这个乐还是啊 有所体现 你没有这个乐 他到时候一刀 乃及自己再吸血 那么这一次再来一乐 再来一乐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一个乐不斯鼠啊 直接最后硬生生的把魏妍从满血状态 硬生生给剥夺了他的生存能力 所以第一局 我们这一个极限翻盘啊 全看这一个排队了 全看这一个排队 神抽四个乐不斯鼠直接把魏妍给压制住 你如果没有啊 你只要少了一张乐不斯鼠这一局啊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那对面他可以吸血 对吧 吸血的效率太高了 配合猎攻的话 打不动啊 打不动 好 第一局就这样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局 今天比较简短啊 第二局有四五千玩家 大到一只毛提供的素材 主视角小乔加孙姬 小乔加孙姬 那么这么一个组合啊 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地方 孙姬在边有一个英文可以找队友配合 特别在大抱团里面 对吧 碰到香香之类的 我们有不错的发挥 那么小乔呢 基本打到是后期去发挥一个天香 前妻不会去浪斗啊 好 曹丕九杀一刀打上架啊 三千挂起 再来拍一刀 那边拍到的队友八号位啊 最后调好复原跳出啊 拔了一下一号位 这里难买的话直接被拔掉 当然一号位啊 三血不卖 三血不卖 三号位直接出了大嘴 弓箭手准备翻进 那么主视角这边的话来闪一个星啊 当然主视角现在这一轮啊 手里是没有办法去天香的啊 没有红桃 一号位直接被撸死 哎呦 这一个啊 狗祸刚才其实就可以卖了 你没人可卖单赢的套主啊 瞎在中间啊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呢 直接大卫爆残了 主视角继续掉血 那边郭嘉还是不死 有一闪啊 这估计是一次给了一闪 放逐 空了主视角这个点 那么这一放逐就比较完结了 主视角神番一天香 只要这个桃弹得出去 我们这手里的黑桃杀 那也可以一波了 那也可以一波 那么这一波AOA出来的卫爆还是不死 但是呢 从目前的状态来讲 夏侯顿啊 直接保障方面 他直接神速带七号位走你 对吧 大卫年都很有优势啊 很有优势 虽然肚子一起 但是这个时候不好意思 主视角 嘿嘿 替我挡 这 替我挡 这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啊 极限之下一个天香 瞬间让对面 蹦蹦蹦 对吧 那这样的话 虽然对面拿到粘动 但是曹丕这边啊 这个点被控掉 其他人而且挨个都一血 很淡疼啊 很淡疼 当然你比如说刚才啊 他们这边的话 拿到粘动其实也存在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先撸大嘴 然后再考虑五六位这个点 那么碰到主视角这里的话 还是会比较尴尬 那么现在这里的话 虽然我们刚才啊 一个神天香 谭崩大卫 但是呢 是现在主视角 一个冰羊 一个勒布斯鼠 直接阴魂 扒一下 那么还好 勒布斯鼠啊 没有碰到草花放片 所以的话这样直接 相当于添过了 添过时候人头 最后的话再来撸狗祸 那么这一波极限大翻盘啊 你一邪 我也一邪 你们三人 却成全了我 却成全了我 这个啊 先是一个天香神坛 面对神速 二是这变啊 勒布斯鼠 也比较关键啊 你这个勒布斯鼠 如果 你这个勒布斯鼠 如果勒不重 勒得重的话 其实魏国还是有机会 徐广在那边 他毕竟有冰娘啊 有冰娘啊 还是可以控一控你的 对吧 这一局啊 应该来说 这一个也比较刺激 再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由 WSY3220 一区玩家提供的主材 主视角老诸葛加马超 那么老诸葛加马超呢 这个组合 我们平时啊 出的主视角这种啊 出的不多 那么 比较好的就是说 关心可以控我们的铁技牌 叛红 对吧 全军偷鸡 百发百中 一号没有动 二号位倒是 先发指人 结果那是神兽 碰鱼吉 面对AOE是 面对AOE啊 大离四啊 丁凤啊 这个是怕的 但是呢 整体啊 防御还可以 毕竟有一个千换 迷宗啊 击骨于此 一致四风 打出来 主视角应该来说 直接出杀了 那么场上的话 这一下刚才 盲剧加这面AOE啊 两个疑似飞位 最后潘神呢 也就这样了 没有其他大动作 三号位 看一看啊 哎 还是动一动一 那这样的话 他应该是偏 胃权多一点啊 那么最后的话 一号位老头 哎呦 这没有办法了 那队友盲剧啊 这种情况啊 只能认栽了啊 只能认栽 当然潘凤啊 这么打 我们一般来说 不认可啊 不认可 他风险 他高了 可不然 打到队友 随便说 农了 冠军 十八右大队的队友 刚才啊 他都不卖 他都不卖 打得比较猥琐 而这一局 暂时而言啊 是一个 卫国人数占优 肯定是 打他们了 而且里点 已经被压了一血 不动你动谁 那么主持人 跳出老猪 方了五张牌啊 锦一两红杀 一桃一那个 那么 上安一到啊 没有必要铁剧呢 勒不素质过了 红桃桃 哦 方块桃 好吧 不好意思啊 方块桃了 把学生控住 竟主角这样压了一刀 真鸡血腥 张疗 没想到吧 偷鸡 杀潘缝 潘缝 还是可以打 但是这一刀的话 它是直接斩 正千 那就尴尬了 有点尾在啊 点尾在 这又比较 克鱼级了 这能 点尾啊 驱虎啊 还是比较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菜刀 克鱼级 这点尾啊 驱虎也克他 那么火龙 他还不去 宝一波啊 你这个牌留着干嘛呢 对吧 人有强血 有强血 他仗着有桃 仗着有桃 嗯 所以手里最后一张牌呢 也没有去 前换 看来啊 可能会 会不会是 还是一桃 那么常常的局面啊 瞬间 魏国抱团 而且状态不畅 攀送了一斤 那么我们上下的话 把嘴 挑出 这一 A的话 直接 嗯 那边是 请再帮我一次 延续大汉的国运吧 好 那么主持人 跳出 全军头鸡 远郊进攻啊 那么这一波的话 抗位啊 锁锁连环 再压出去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 这一个闪电呢 到时候啊 攀神那个点 如果贵的话 我们这个闪电 会有发挥的空间啊 来吧 先打一波 主持人叫起了 这再一次啊 呃 被逼入绝境 一血啊 一血 你比如说 点尾 如果有个距离啊 就是相当淡疼的 然后解铁锁 这个时候 这闪电 你不解铁锁啊 会非常难疼 火攻 nice 怨气还不错啊 顶住 顶住压力 完了 可就没牌了 几席 倒入蜀都 顺手 再拿 啊 拿了一下盾 过着他瞧拆了闪电 最终呢 烧刀 那边有千万啊 千万啊 千万啊 前方这一下啊 没有去脏巴 你比如说拍一下点尾 来一个 使劲 这手拍啊 估摸着会是 会不会有酒呢 或者桃 否则呢 我觉得即使是闪啊 这里我觉得都可以拍一下点尾 毕竟带走之后 你如果真的带走 三张牌啊 三张牌 你们上一道翻风 继续千换 你不知道啊 打嘴手里什么牌啊 什么牌 最终还是想起来了 那么千换 挡住也挡不住 挡住 什么呢 这牌你不用上八去拍 那么上加填封啊 这个没有办法 那么最后呢 三个娘鞋位置 主角拿了一酒 直接酒上 求铁记 那么怨气不错 潘红 对面没有桃 那么这一桃到手 最后火攻再骚争计 被诬陷了 那么应该来说 这个EV3啊 暂时 呃 不能说 十足的把握 张牌可以控 农民可以顺 对吧 那么杀一刀 主事就要这里 形象凶险 需谨慎再三 方有一心心心心 有了一张红啊 注意了 这样的红呢 很明显 就是给铁记服务的 那这样的话 铁记突击 真击吊鞋 农民没有发挥的余地 所以现在最后这一个 小绝境的话 刚才小绝境V3啊 还好比较轻松 在这边尾 再次给划 这里我们立刻 丢掉空城的东西 直接去求这个 呃 铁记的发挥 啊 求铁记的发挥 那么最后当然 直接加一挂旗 保证了我们的 放松阵的效果 那么顺手 农王顿啊 那么最后还是 硬杀 硬杀 那么虽然啊 国家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破空城 但是呢 没有那么轻松的 啊 没有那么轻松 锁锁连环 最后的话 起牌 那么读者叫后悟 诶 谁 那也杀 要么闪 要么死 对吧 你有酒 也没有啊 这必死之路 啊 要么就闪掉 那从头再来 但是你不闪 直接击击了 这一局呢 相当于成长局 还一样 没有那么的 呃 刺激 但是应该来说 也不错了 加上老诸葛 加 马超 这一个 在三人局的 这一个啊 小观星配 小铁机的一个 小细节啊 能够说一说 其他都还好啊 都还好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 由主持人叫 宇宙加吴 啊 四五区玩家 提供的素材 那么主持人叫 选了一个玩杀像啊 三号位 哦 宇宙加无所谓啊 那么三号位啊 玩杀像 一号位上来呢 就修了一把 逃跑神技 二号位大嘴 反击 日本老板 其A啊 国家一技 能大嘴开局的话 主持人叫 手里 救生一闪一久 可以防御 但场上出现了 又是 本出杂出 自己的大卫队友 大卫队友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再来一阶 主持人叫 现在这个 没有办法了 一血 就是这个一血 那么这一波呢 主持人叫 要么就是带走大卫 要么就是被大卫反操 所以的话 现在这个局面 相当难受 相当难受 那我们必须 全盘脱出啊 你没有办法 拆掉一桃 结招吧 玩杀香 名不虚传 九杀直接 入四马 那这样的话 对面啊 竟然没有桃子 没有桃子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这收一波牌 就直接 从一血的一个爆发了 这个是 就是我们 玩杀香的属性 属性 你的牌太多了 再来 过拆 再来 最后的话 这边啊 把国家 直接扒光啊 直接扒光啊 直接扒光 拿来吧 当然拆呢 他那边啊 一个一代牢 然后其他 也没什么 特别有效的牌 关键是司马 刚才那个桃子 拆的 很爽 那么这个五五分 对于大卫军团而言 相当漂亮 有两个桃 有两个桃 张良呢 直接杀我们一刀 最后冰凉村杖 控住 出了二仗 那么其实啊 最关键的就是 刚才总是要出来的 那个时机 对吧 一血能够 直接依靠玩杀啊 带走司马 后面的话 进入了一个三分 三分三分 在这边啊 能名三天在那边 依然还是有挑战性的 这局 你想要拿下来啊 不是那么容易 顺手 直接路我们啊 那边的话 杀一刀 路神 走你 哎 三V三啊 顺蹦 没有办法 他这个刚才 还太赞了 两阶段 两阶段的决斗啊 对吧 两阶段一点的决斗 一张七点难门 这个你真是啊 无可奈何的事情 最后难门啊 所以刚才啊 那只是第一波 小决定 现在呢 最后我们一V三啊 这到了真正考验的时候 那么 六位顺 所是要面临一个冰娘 只有一张八卦 那这个局面 你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冰娘 天过 那还好啊 如果不天过 你像你这八卦 铁定要用 那么顺手 直接看着这一种 黑装备 黑装备 呃 后面的话 简易再来啊 再来 那么一大狼 刷一下 人那个 起名装处 再来 国宅角 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展现我们的玩杀箱的强性属性啊 这里不是体现到玩杀的属性道不强 关键体现在我们这个奇袭消极的过白的面上 屯田 上保国家 下安黎民 那么杀一刀 后面的话 再来九骚直接怒操老板啊 一逃 难不起的 难不起 那么再拆 再拆呢 其实顺手 拿人文顿 可以再去 过拆 过拆 至于这个时候啊 自己的你这个装备啊 是不太保得住的 那边有农民 对吧 火光没能骚掉 那直接杀一刀 直接杀一刀 最后的话 火拆脚 再来杀一刀 再来杀一刀 关键你这个时候还有勒布斯鼠 那么吃桃 两血过 最后的话 一九一杀在手里 那么这里就是看对面的勒布斯鼠 如果能乐中 这一局应该来说能拿下呀 能乐中 那就只能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你反正好一波 直接九杀对路 对吧 那这样的话 那边啊说 可惜了这个乐 那可惜了这个 他人都不自知啊 所以这一局啊赢上来这个三分靠天命 一分靠这个 不是 应该是七分靠天命啊 三分靠技能 三分靠技能 这个 跌宕起风 你要是这个勒布斯鼠直接天过了 那又是另外一个截取了 对吧 前功 近起啊 毁于一旦 所以这一个最后啊 绝境也可以了 好 那今天简短的一个 呃 四 四局啊 国战极限翻牌 就给大家啊 带到这里 最后 谢谢 谢谢 大家